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又是小PI开箱闻的时间了 最近小PI会驾进脚步 为大家开箱多一些鞋子 今天我要开箱的鞋子 本身是觉得这双鞋子很屌 细节很多 故事性也很足够的一双鞋子 我要学评的是什么 今天是Nike Air Revolution 我们来看一下鞋盒表现 尺寸是US 然后写着Nike Air Revolution PRM QS PRM也就是Premium QS就是Quickstrike 很奇怪这双鞋子 虽然它是Premium跟Quickstrike 可是它在台湾只卖3600台币 这双鞋子它的材质 跟它的设计 我觉得已经有点超过3600台币了 所以这双鞋子我就是觉得 买的超级值得 我们来看一下鞋子 把鞋盒打开 很不一样的是呢 这双鞋子呢 它竟然有送防尘袋 它还附送了防尘袋 等一下再拿给你们看 这就是鞋子啦 Nike Air Revolution 还没看鞋子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防尘袋 防尘袋写的是 Lover Rution OK 这个字眼呢 是改编至它那个鞋款 Revolution 然后为什么它会写Lover呢 因为这双鞋子呢 其实它是一个情侣的鞋款 另外一款呢 我等一下可以把照片上传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参考参考 可是呢 小pia就一个人而已 所以 嗯哼 一个人穿而已 所以我没有把你款买下来 所以只能给你们看照片 OK 鞋子呢 就是长的这样子 又是真双Ossosoro鞋子 是小pia最喜欢的颜色 OK 首先呢 你们先会看到这里鞋子呢 全部呢 都是Safari Print 然后这个Nike Gogo呢 是3M的材质 反光材质 然后这里呢 是G皮 OK 然后 薄荷绿的那个鞋孔 然后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黑色鞋孔 然后鞋子上面呢 它会有一个魔鬼单 OK 里面呢 是写着 Lover Russian OK 我拿近一点给你们看 看到吗 这一个Lover Russian的日眼 它跟那个仿城带日眼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个小小的设计呢 让小pia觉得 这个鞋子呢 真的是超级用心的 我很久都没有看到Nike这样用心的做鞋子了 而且价钱又很便宜 旁边呢 你看一下 都是G皮 OK 这里呢 都是G皮 鞋子中底呢 是黑色的 然后气垫 然后奥兽呢 是Glow in the Dark的 荧光的 鞋头呢 是这样子的 这边呢 有很多个透气孔 然后材质呢 是G皮 然后Safari Print 然后这里呢 还有星星的奥兽 然后它也是Glow in the Dark的 鞋子里边 一样的 这里也是G皮 然后3M的GoGo Safari Print 然后黑色的中底 然后奥兽呢 也是荧光的 鞋子的屁股呢 是这样子的 OK 这里呢 有一个薄荷绿的鞋子的内衬 它是用来支撑你的脚跟的 然后上面有绣着Nike GoGo 然后这里有一个Air的刺绣 然后这里黑色的呢 是G皮 再来下面呢 这里是Pattern Leather 也就是气皮 它是一直从旁边呢 延伸来后面 然后到这里 看到吗 OK 然后这里呢 是Safari Print 然后这里呢 一样也是气皮 OK 中底 然后Go in the Dark的鞋底 鞋子的部分呢 它这里呢 有做一个Strap的设计 然后它的Strap呢 让人摸起来呢 觉得 材质呢 是不错 OK Nike真的很用心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薄荷绿的Nike之眼 然后 这里是魔鬼站 这里有刚才我所说的 Lervolution之眼 OK 然后你可以把它拉开 OK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里边呢 它是有一个 Air Revolution之眼 然后它鞋舌的材质呢 很特别 它是Pattern Leather 也是气皮 可是它的是 比较 皱 然后比较软 它不像这里 的Pattern Leather 它是皱皱软软的 鞋舌呢 还有另外一个材质 再下来一点点呢 这里呢 其实它是用 王眼的材质 Mesh 然后可是再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其实是New Bug的材质 然后鞋绳呢 是黑色的 可是它还有附送另外一个鞋绳呢 是薄荷绿的鞋绳 鞋子的内衬呢 是一样的 有薄荷绿的 OK 这个鞋层呢 真的是让人觉得 有把你的脚跟呢 支撑得住 再看一下鞋垫呢 里边呢 是黑色鞋垫 然后有一个 薄荷绿的Nike Air之眼 鞋子的底部呢 长成这样子 整个鞋底呢 都是荧光的底 很可惜呢 这双我还没有穿呢 它就有一点开始黄掉了 OK 想不到荧光底呢 一样它还是会黄掉的 鞋子的360度 等一下呢 我会给你们看鞋子的细节 因为鞋子的细节呢 真的是太多了 鞋子的细节 鞋子的细节 不懂呢 眼尖的观众呢 不懂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双鞋子呢 有些设计呢 它其实是很像 Air Jordan 3 看到吗 它的鞋孔呢 跟它的八字鞋孔 跟Air Jordan 3的设计呢 很像 然后它的中底呢 其实呢 跟Air Jordan 3也是很像 OK 包括鞋底呢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双鞋子的设计师呢 也就是Nike的鬼才 Tinker Hatfield 其实呢 这双Air Revolution呢 是在AJ3之前呢 就设计出来的 所以呢 AJ3的设计呢 其实是参考这一双 Nike Air Revolution的设计的 所以呢 我说这个鞋子呢 故事性呢 真的是很强 如果没有这双鞋子的话 基本上呢 Air Jordan 3呢 可能就不会长成这样子了 这双鞋子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清理的鞋子 然后它另外一款呢 是Nike Women Sky High的 然后它的设计呢 基本上呢 跟这个颜色主题 是差不多一样的 只是它的鞋款呢 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双鞋子呢 在美国发行呢 是8月16号 然后定价呢 是美金150块 不管是材质 设计 用心 细节 这种鞋子呢 真的是 超级棒耶 我真的很喜欢这双鞋子 OK 我们来看一下鞋子实穿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呢 也差不多了 买鞋子呢 真的是买自己开心 和买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这双鞋子呢 基本上 我好像是没有看到什么 打开明星穿 只是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双鞋子呢 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 OK 这双鞋子呢 绝对值得入手 今天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然后留言给我 看一下我有什么东西做得不好 如果小屁孩呢 讲的有什么不对 还是不够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补充 see you again 这是封血王西基纳小屁孩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